手中捏着小猪造型的陶图 口中隐唱兰语传统歌谣 早期没到冬季 就是制作陶图时间 达物族人会从山上采集黏土原料后 用木棍几双手揉黏黏土 再用鱼头叶包好 放在碑楼里一路背回家 过去制陶是制作家用器皿 现在则演变为个人创作 制陶工艺是兰语岛南籽专长 从陶土 捏制 烧陶等过程 全都一手包办 过去兰语岛上主要器皿为陶罐和陶丸 像是芋头和山羊肉 猪肉与等食物 都会固定适用陶器跟木盘 很多人虽然理解何种食物配上哪些陶器 但亲手制作却相当困难 因为这个算是我第一次接触 这个手真的不听使唤 会抖 虽然我们有互相的去观摩之下 可是不一定说你就会做 当你亲自下来做的时候 真的它的高难度太高 早期生活没有像现在如此方便 都是因应生活环境进行采集 亲自制作 加上许多人直接用买的 更造成来与制讨工艺技术逐渐实为 齐老希望来与制讨技术要赶紧找回来 因为那是岛上特有文化 用金钱也换不来的族群记忆 记者下面的大事 海东来采访报道